诶,哈喽,很高兴又见面了 我相信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的重逢 欢迎一起学习成长 我是艾美丽,爱你的蜜 今天这集主要要分享我身为一颗新技巧种子 所培养的新态度 至于我如何发现自己是新技种子 以及我来自哪颗星星的部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或前几集的节目 首先我要先强调这集影片的内容 主要是我拿来自我提醒 应该要有什么样的生活态度 毕竟如果你是新技种子的话 可能也会对于别人被 把你视成怪胎的感觉并不陌生 那如果你不是新技种子 你可能在看或听这集节目的时候 也会觉得对这个人也太奇怪了 说真的从小到大要调试这种不被理解的心情 我早就演化出了一套生存法则 只是当我认识了其他新技种子 或者是接触了更多光只是工作者之类的以后 我就发现 其实我一直以为是自己演化出来的法则 好像有一点点像内建模式一样的存在于其他的心机种子身上 所以我只是要强调这个态度是我拿来要求自己的 不是要拿来批判或者是要求别人要跟我一样 但如果你也是卡在生活中不知所措的心机种子 或者你也可以试试看采取我提到的生活态度 面对你目前卡卡的状态 首先我的生活态度之一就是我会放下分别性 身为心机种子虽然有一种使命感 但是我想要强调的是这个并不是优越感 心机种子只是一个身份 就像我们的身份证或护照一样 我意识到自己有这个身份 帮助我面对生活中更多无法融入 帮助我面对生活中各种无法融入体制的状态 找到了一个合理的原因 也让我在自我认同的道路上 离自我整合又更进一步更完整 那下一个态度是我会踏实的生活 我认为既来之则安之 许多的心机种子 也包括我自己 可能都会因为跟周遭的环境格格不入 然后会想要赶到回家 离开这个世上 但是我想要说的是 虽然我们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 可是我们选择来地球 都是我们自己选择的 我们选择来到这个地球 不单单只是为了使命或者任务 事实上也是因为我们的灵魂知道地球 是可以提供我们所需要体验和学习 特定课题的环境 所以我们才选择过来的 那所以我们必须好好地照顾我们在地球上的肉体 因为我们的肉体是被设计来帮助我们在地球完成任务 还有体验这趟旅程的载体 其实踏实生活再进阶一点的意思 就是我们常听到的活在当下 还有实践在生活中 活在当下就是指有意识的生活 有意识的过我们的生活 意识到自己的情绪 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模式 但是我要强调的是我们只是意识到自己的情绪 行为模式 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形态 但我们不去批评他 也就不去批判他 虽然有时候批判可能就是我们的行为模式之一 但是我们只要意识到自己 啊我又在批判了 那我们就停止这样子的行为模式就可以了 当我们对自己的每一刻的想法 当我们对自己每一刻的想法都提高觉知 那么其实我们就是在与源头连接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更容易的回想自己 灵魂来到这个地球的目的 与此同时我们的频率也会跟着提升 那第三个态度是 我会帮助自己养成灵性成长的习惯 在星际种子或者是光之工作者的潜意识 都会有一个使命感 是要帮助地球整体意识的提升 那我们生存的地球其实也是有意识的 而地球的意识 它就是所有生长在其上的生物体 或非生物体的集合意识 因此我们要帮助地球 达成扬生的这个使命 其实是透过我们每一个人 转换自己内在的 或者是生活中的 中的频率 这些低频率的部分 我们如果有意识的转换它 那么整个地球 还有越多人的意识的集体提升 今天帮助地球扬生的这个意象 就会显化的更快 因此我平常就会提醒自己和锻炼自己 要有灵修的习惯 就像我们锻炼肌肉一样 就是我们扛中午的时候 如果我们平常有训练就比较不会吃力 那这其实也是团结力量的一种概念 你想想看如果我们 地球是一个集体意识的意识形态 那其实我们人满面也都有软弱的时候 今天我们比较软弱的时候 其实是有其他人用比较强的意识形态支撑着我们 那同样的别人也会有软弱的时候 所以我们也用我们的意识形态支撑着他们 那当全体越来越多的人 能够体会到和觉知到活在当下 然后一起提升扬升我们的频率 那这时候就是我们遇到冲击的时候 整个低频率恢复为高频率的 再站起来的速度就会更快 也能够站立的稳 那所以以上提到的三种态度 例如说放下分别心 踏实的生活 还有养成灵修的习惯 其实细讲的话还是有很多美美嘎嘎 例如说我到底要怎么活在当下 我情绪来的时候 我都已经觉得自己快溺死了 还有什么觉察力 然后锻炼灵性听起来很容易 可是锻炼过肌肉的人就知道 如果锻炼也有这么容易 那干嘛会有那么多健身课程 所以如果之后有机会的话 再一个一个细讲看看是要怎么样的练习 其实我自己还在练习和体会当中 我虽然身为一颗星际种子 但我不认为自己来自哪一颗星球的 事实上我至今也还没有看过外国人 虽然我如果可以的话 我最想要看打搅星人的科技 但总之 我说过我也相信 真实的力量来自我们的内心 我们所吸引到的失误 其实都和自己的频率一致 我心中所向往的地球是一个五维的地球 五维的地球是一个充满纯粹喜悦的环境 我如果想要显化这个思想 我就会希望能够除了自己也能够唤醒更多高频率的意识 跟我集合在一起 而且我相信宇宙万物都是一体的 所以看起来我是在帮助别人 其实我也是在帮助自己 那这也是我做节目的目的 自己的内容是稍微严肃一点 但是我还是想要强调 我是拿这些态度来要求自己 并不是要要求别人 那如果你觉得太难或不适合自己都没有关系 如果有任何疑问或感动的 也都可以留言分享给我 我是艾米莉 爱你的命 期待与你再重逢